训练的环节啦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练的内容是 如何快速寄条款类的知识清新 今天呢 飞飞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条款类的内容 但是我们要用多种方法来经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条款类的知识有哪些 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知识产权呢 法律啊 保险呢 商务合同啊 规章制度等等 或者是说按照一条两条的 你看 这样的内容跟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名词解释和抽象词记忆内容是不是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条款类的 它内容就比较多 所以一般我们用的方法就会比前面的方法稍微复杂一点点 比如说我们用联想 短一点的可以用联想故事 就不超过七条以上的 多一点的 比如说可以用记忆宫殿 这里面可以用数字记忆宫殿 或者是我们的地点记忆宫殿 或者是绘图的方法等等都OK 我把每一种方法都给你们举个例子 这样的话帮助我们举一反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记忆的步骤还是通读 确定方法 找个原子 联想出图 还原复兴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几个注意事项 条款类的信息是属于有顺序的 有步骤的信息 所以一定要按照顺序件 一般常用的方法是数字编码法和记忆宫殿的方法 绘图因为内容如果特别多的话你就不要用绘图了 如果少的话你可以用一些绘图的方法 来看你个人啊 你要喜欢你也可以用绘图啊 这个不要纠结啊 你去试啊 我今天举个例子 比如说保险合同责任免除的条款 好吧 我以这个条款为例啊 人身保险这个很多人都买过这个商业保险 或者是买过一些其他保险 我们来看一下 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有哪些 因下列任意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是伤残的 或者具备下列任何一个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你看一下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 第一个是什么呢 保险人 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的故意行为 对吧 我故意骗毛那你肯定就不行了 是不是 再你看 第二 被保险人自治伤害或者是自杀 对吧 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除外 其实你看它所有的其实都不是有意为 很有意思 保险这个里面其实就是 它列的每一条 其实都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外的 就是它是一个 就是这保险嘛 保险你首先要清楚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保障你的安全的 对吧 保障你的权益 但如果你是为了获得这个东西 你故意的一些行为那肯定就都不行了 再看一下 因被保险人 挑衅或者是故意的行为而导致的打动 然后被袭击或者是被谋杀 然后被保险人 比如说出现那个认诊反应或者是流产 含任何原因所导致的流产和人工流产等等 然后分娩的时候不孕不育等等 OK 再来看下一个 被保险人疾病 食物中毒 药物过敏 中暑 高原反应特定疾病 以及其并发症 潜水特定的疾病 以及并发症 或者是猝死 然后再来看一下 被保险人未遵循医祖 然后私自服用 或者是涂用 或者注射药物 任何生物化学原子能武器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 烧伤或者是这个污染或者是辐射等等 灼伤等等都OK 然后呢 保单生效前已存在受伤或者是起并发症 细菌或病毒感染 因但因意外伤害至有伤口而发生感染者是除外的 你看他把这个列出来的都非常的具体 再来看一下 被保险人 任何因整容整形手术 内外科手术或其他医疗行为导致的伤害 这些都不在内 那所以你看 这个内容首先你得要理解他讲到什么意思 就保险合同责任免除 对不对 我没有这个责任 对吧 哪些责任是免除呢 下列任何一个情形导致被保险的人 对不对 被保险的人生故或者是伤残的 然后或者是具备下列任何一个情形的 保险人不承担给付这个保险金的这个责任 对吧 我不承担的 我不承担给你去这个支付这个保金 因为你遇到了 因为你不符合我们的条件 对不对 你看 你要理解他 理解是记忆的基础 理解之后 我们怎么办 就是很多条款你不理解 你一定要去问 你一定要去了解 你能问人就问人 你不能问人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理解他 因为有一些像这种文字的话 他就比较拗口的 所以有些东西必须得 有人给你解释一下 你才能明白 你看我们这里面找一些关键词 找一些关键词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记忆宫殿 因为它只有十条 我们一般用十个记忆宫殿 但有的内容它比较多 所以比如说像这个 有一些知识内容它比较多 所以我们一般请问一下 可以多放两个记忆宫殿 比如说第五个 对吧 我们就可以放两个记忆宫殿 你看 第一个是故意的行为 对吧 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者是受益 第一个是故意的就不行 第二个自伤 自杀 对吧 第三个你看 故意的打斗啊等等的 对吧 就是挑事嘛 对吧 然后第四个是跟怀孕有关的 对不对 跟怀孕有关的 其实你出一个画面感就行 你出画面就行 第五个是有中毒 中暑 疾病 对吧 或者是一些高原反应 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内容 对吧 好 第六个呢 你看 私自服用药物 然后呢 第七 其实后面几个都是跟药物有关啊 你看 生物化学原则武器 爆炸 辐射等等 生前就有了 然后再就是 细菌和病毒 最后一个就是其他的医疗行为 你看 后面几个是不是都是和这个医疗 跟这些药物有关的 对吧 前面的是故意的 对吧 你可以有的分嘛 前面是故意的 后面慢慢慢慢就开始跟那个 药物啊 医疗啊 一些行为有关 那你看 我们来找一组记忆宫殿啊 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一组记忆宫殿 从第一个到第十个 然后再加两个记忆宫殿啊 加两个 其实你不加也行 看你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我这里面先帮你加两个 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记忆宫殿啊 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门 我们指的是这些关键词啊 门什么呢 故意 你可以想要门 门口放着一个锯 销锅 就是故意 故意敲锅 好烦呢 对吧 门就是锅 第二个呢 厨房 你看 自伤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 你想象 厨房里面有刀 拿菜刀把自己割伤了 天哪 太恐怖了 第三个 电视 电视是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 调事 然后呢 被杀 对吧 你就可以想象 拿那个锅调事 然后结果被杀了 拿这个锅 故意的 刺向了电视里面的人 结果就被杀了 你看是不是出了画面 出了一个画面 好 下一个阳台 阳台 阳台你可以想象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这个认诚 然后流产分娩 然后这个不孕 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么想 其实 它其实就是整个的 怀孕的一个过程 怀孕的一个过程 你其实就想象一个孕妇就行了 其实我给你的键 就想象一个孕妇就OK了 不用想那么多 好 下一个 沙发 沙发比如说被保险人 我这个地方再说一下吧 这个地方你看 有的时候你会 要把每一个词出图 就有的时候没必要 你只要出一个场景画面 自然而然那个过程 你就都明白了 沙发 沙发是什么呢 沙发是这个疾病 疾病 然后中暑 对吧 你就可以想象 沙发上撒了很多的药片 然后吃完之后就中毒了 疾病 对吧 吃完之后就中毒了 然后就又中暑了 对吧 高原反应等等 好 来再看下一个 第六个 是这个桌子 桌子是什么呢 高原反应 高原反应 你可以想象 在桌子上面吃雪糕 然后去潜水 结果一个 Oh Game Over了 餐桌上面吃雪糕 就高原反应 然后呢 去潜水 然后Game Over 床呢 是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 在床上注射这个药物 哇 天哪 没听医生的 在床上注射 我给你的建议 因为你看 这个地方也有药 对吧 你看沙发上也有药 床让你尽可能拿针头 针头注射的那种注射药物 你看这样去联想就会更好一些 然后呢 第八个是衣柜 衣柜可以怎么讲 任何生物化学原子能武器 然后呢 你看衣柜里面塞满了生化武器 你看衣柜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生化武器 下一个是马桶 马桶是什么呢 你看原子能或者是核能装置 对不对 哇 爆炸了 你可以想马桶 砰爆炸了 天哪 这个生化武器 对吧 马桶爆炸了 然后第十个相框 相框什么呢 你可以想成是生前 生前 你就可以想相框旁边摆了十二生肖 摆了十二生肖 摆了十二生肖 你出一个十二生肖的画面 好 桌子上呢 有很多细菌 太长时间没擦桌子了 好多好多的细菌 好多好多细菌 然后呢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医疗行为 医疗行为 对吧 整形 其实椅子你可以出一个什么 椅子 我建议你出一个 就是你要光出医疗行为 不一定能出画面 你直接出一个整容的人 整容整形的人 对吧 或者是一些医疗行为导致的一些伤害 对吧 你出一个画面 出一个画面 OK 坐在那里 你可以想象医疗行星 对吧 其实或者你可以想象这种整容的 整容整形失败的一些人 坐在这个椅子上 哀声叹气 是不是 好 你只需要回忆关键词就可以 不需要回忆其他的 对吧 你只需要关键词 你出画面就行 你出画面看能不能出来 比如说有个谷 什么啥就故意 对吧 有刀刺杀自己 然后这个谷刺杀别人 对吧 就有个怀孕的 就在这吃药 对不对 中暑 然后在这呢 就高原反应 对吧 高原反应 然后去潜水 在这里面呢 注射 然后这里面 哇 有很多的这个 生物化学的东西 对不对 在这里面 核能爆炸 哇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生肖 对吧 生肖之前 对不对 然后呢 下面一个 有很多的细菌 对吧 细菌滋生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有什么呢 有一个这个整容整形 你看这不关键词出来了 关键词出来了以后 你再给它还原 就OK了 关键词出来以后 你再给它还原 你看这不就记住了 就是记忆供念的方法 其实就是帮你准确经验 但有一点一定记转 你用这种记忆供念方法 记的第一步的话 你千万别要求 马上还原 每一个画面全部都还 你就先记关键词 关键词记完以后 你通过关键词 回忆这个场景 它是回忆场景 不是回忆每个字 这是一种记忆方法 来再看 同样的这道题 我们还可以用数字编码的方法 数字定位的方法 你看数字定位的方法 记忆这些关键词 怎么记 一样的呀 蜡烛跟故意联想 鹅是跟自杀联想 你看一样的 这是一个画面感 把这个画面和它 做一个连接呀 对吧 这后面呢 你可以用联想故事的方法去串 它其实就是整个的那一段话 对吧 然后把那段话的场景 和这个内容 做一个连接 或者直接故事方法 把关键词 你看 把关键词 编成一个小故事 把关键词编成一个小故事 把这也是一种 或者还有一种 比如说 会图的方法 会图的方法 都可以呀 用哪一种都OK 根据你自身的一个情况来记 记住 没有好与坏 没有对与错 一个知识点 要想把它记得住 不要上一想 我应该用哪一种方法 哪一个最好 当你有一个最好的概念的时候 你就已经开始有选择了 你的身体比你要诚实 你的大脑比你还要聪明 它知道应该用哪一种方法 适合自己的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呢 你自己要去尝试 记住 像这样的一些知识点 像这样的知识点 无论你怎么解 首先都得熟读 都得理解 然后再找关键词 再选择适合的方法 一定是关键词转换成画面 至于你用什么方法 连你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最终是通过画面回忆线索的 你最后是通过画面线索 来去回忆所有的内容的 OK 今天呢 也给大家留一个小内容 留一个小内容 你可以记我给你的 这个条款类的内容 也可以在你的学科里面 找一些你自己想记的 一些条款类的内容 你用联想法 数字记忆功练法 思维导图法 或者是这个绘图方法 都可以 你慢慢的要开始尝试 看到不同的 这样的那种 你自己的大脑 要有一种反应 就是你用什么方法 是最适合的 前提是 你要根据你的目的 你要一字不落地背下 还是理解背 还是说明天马上要考试了 不同的一个需求 你选择用的方法 比如说你今天 特别特别 你得马上立刻 马上赶到一个地方 你肯定选择最快的交通工具 哪怕它稍微贵一点 但是由于你的目的不同 你要选择最适合你的 有可能飞机 不是最好的选择 高铁可能是 但是它慢 那你就会选择飞机 理解我的意思吗 根据你自身的情况 去定就OK了 好了 教官们来看一下吧 我说了 条款类的内容 条款类的内容 一般就是联想方法 数字编码方法 或者是我们的 记忆功练方法 当然如果你这个条款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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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话 它数字记忆功练 可能就得用好多好多好多 但是相信我 它都能解 包括司法考试呢 你去尝试一下 通读 确定方法 找过联子 联想出图 还原修正 就能帮你记住 一切都遵循底层逻辑 增强你的注意力 兴致勃勃地去研究它 给它注入灵魂 和注入情感 记住 所有的文字都是画面 不要看到它表面感觉很难 就觉得不容易讲 其实都非常简单 好了小伙伴们 又是全新的一天 已经掌握了 知道如何 记忆这种条款类的内容了吧 那小伙伴们 赶快去训练吧 坚持会让我们变得更幸 我看谁 越来越优秀 被我能够下次点到名 给你们一个赞 比一个新 希望小伙伴们 可以下一次再接再列 OK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